离开桂林北部的山区 我们的下一站假日目的地是 位于桂林龙胜各民族自治县的龙脊七田 一开始我们还觉得很有意思 这个县城的正式名称竟然叫各民族自治县 然后我们深入了解之后发现 这个县竟然聚居了多达30个以上的少数民族 甚至包括了藏族和蒙古族 是名副其实的多民族自治县 中国有56个少数民族 这里可是集合了三分之二 由于龙脊梯田是已经开发完备的旅游景点 所以这里是要收取门票的 建议是自驾来到这里 不然还需要多付一个景区大巴的费用 而且由于里面非常的大 自驾总归会方便一点 我来之前也查阅了一下旅行攻略 仍然是一头雾水 实地了解以后才发现确实需要仔细讲解才能说得清楚 龙脊梯田内由四片梯田分为三个部分组成 从西向东分别是龙脊骨壮寨梯田 平安壮寨梯田 以及最东部的大寨小寨金坑洪窑梯田所组成 其规模也是按从小到大自西向东排列 整个景区只有南部沿着河谷的一条行车道可以通行 而北部的山里面还有一条步行道可以走出来 只是时间要很久 这个景区非常的大 从大门口开车到最里面的小寨大寨 驾驶时间需要半个小时以上 因为山路非常的狭窄 而且弯来绕去非常的不便 我们这一次的游玩 主要是以中部和东部两片大的景区为主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住宿条件比较好的 有平安壮寨和金坑洪窑景区 我这次是选择住在金坑洪窑景区的大寨上面 因为这是最里面 我想着不用走太多回头路 而且它面西 如果天气好的话 大概可以看到不错的日落景观吧 最后提醒一句 能开车到达民宿的只有金坑大寨 小寨是不能开到最里面去的 需要坐缆车上去 而平安壮寨则设立了一个景区大门 车只能停在门口的停车场 需要里面民宿的车出来接游客上去 看一下你这个鸡 这是竹筒鸡吗 多少钱一份呢 这个半只88 半只88 土鸡啊 土鸡你看咱们都吃完了 这边我们做了挺喜乐 88半只 还有汤呢 我们来着你的前几天跟老板沟通的时候 得知这里发生过山体滑坡 因为最近夏季雨水比较多嘛 然后今天算是疏通了 沿着山路盘旋而上 我们就看到了这个他方的地点 确实是很触目惊心啊 虽然现在这条路是双向车道的 但是大部分的路其实只有一条道路 上下山和汇车都在窄窄的一条路上 开车需要特别的小心 一定不能快 不得不说我们的运气很好啊 刚入住民宿 天空就阴暗了下来 然后瓢泼大雨降临 现在龙脊梯田的一家民宿 这里很神奇 大概是老板刚刚接手这家民宿 然后他很多东西还没整理好 就整理出了几间房给我 两间房 三间房给我 然后问题是那个房间漏水 上面开始下大雨 这上面一直在漏水 漏到房间里面来 所以他帮我们换了一间房 但是发现那间房没空调也没好 空调又是坏的 然后但是我就说睡不了啊这样 我就让他要不再跟我给一间房 他就去忙了 他说待会上来帮我们弄 再帮我们给一间房 不用钱就帮我们加一间房 挺好的 然后他走的时候把这个 他的主房卡留给我 可以开任何一间房 所以因为在上面两层还没住人嘛 所以我就在上面两层的房间里面 随便行逛 看一下房型 然后我们开始拍了那个 龙几地田外的云海 现在一片云突然涌过来 什么都看不到了 太神奇了 大寨的山顶上 有很多当地人修建的民宿 这里几乎是整个龙几梯田地势最高的地方 所以也是视野比较好的地方 我们对面山体上这一片 有数不清的阶梯所行成的大片梯田 名叫千层梯田 确实非常形象非常壮观 龙几梯田一年四季都非常适合来旅游 其中春季能看到一集一集梯田的水面和田梗所组成的很梦幻的画面 而夏季则是像现在这样整片山都是绿河如荫的美丽场景 秋天是最热门的金灿灿的梯田的画面 冬天如果下雪的话 这里还有雪上梯田的美景 它一年四季的风光是完全不同的 至于哪一种最美需要都来过的人才能做出评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还蒙古代语 这也没赞 也没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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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着 你们点了没有 我们好像点了 好像点了哈 这样糯米是吧 嗯 烧出来很香 是啊 我们的海性体验一下 过来过来喝 我们看看 你要问一下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去 还是在这一头 在这里去还是在这里去 在这里去可以吗 不是 你告诉我 从这里 一个一个的去 这里不是 你不要坐那 不要坐得太近 说你坐得太近 你坐出来一点 这样可不可以 你怎么好 你不好用力 我九年义务教育 三年高中四年本科 我娘的橘子都做不到吗 来拿来看一下 看看 吃个饭容易吗 这里面装饭的 没看到里边 看到没有 看到了 我应该用这个 拍一下 对 我的筷子快撤出来 撤出来 他还要偷一个走 天色将晚 天空中的云层依然是非常的厚 我们只能期待 明天会有一个好天气 让我也能把更多 对梯田的介绍和喜爱 放在下期来解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